T-TOP红茶之岩所截牌一事 今至上午雨茶二指观光工厂盛大登场 而为了回馈乡里也配合义卖活动 将所得捐赠给予相关国中榜球队 期望借由这样的方式响应大家一起做爱心 因为相关国中是我的母校 那我这次设立红茶之岩所 来这里把红茶做好 自己做的红茶自己做 那所以把这次义卖所得 大概十万我们就捐给 相关国中可以做出国 或是到各地去比赛的旅游基金 因为我们可以支持爱乡 那更爱土 那爱这个国中把教育办好 相关国中校长吴明顺表示 寒暑假以及周末期间 棒球队的学生都在 但却都没有营养午餐可以吃 相当感谢杨董的善心 配合街牌举办衣卖的活动 帮助相关国中棒球队的学生们 我们寒暑假以及我们假日 礼拜六礼拜天学生都在 但是在的时候没有营养午餐 所以真的是需要想办法去找一些伙食会 杨董事长算了一下 将近一年将近那一百万 所以他就发这个心 希望说有机会来协助 相关国中的学弟妹们 所以这样的一年计会刚好是 他的红茶研制所的一个成立 那也希望说号召有爱心的 我们的企业家以及好朋友 来做义卖的活动 来协助这个自己的母校 相关国中的棒球队 先认员陈寒丽表示 民间箱红茶18号及27号 也是相当优质 不输给鱼池箱的红茶 借由杨董这次的接牌及义卖 不仅帮助他人 更能够将在地优质茶叶推广出去 我们民间箱不只是只生产四季春 我们这边的红茶18号跟27号 这个品质只是没有输给鱼池的红茶 那今天很感谢我们杨国珍杨董事长 这样子开幕下 希望说借由这样子来提升 我们民间箱八卦山上面的红茶的这个价值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 有许多的厂商来到现场 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工厂 还有我们这边的茶的品质 希望借由带动 让民间的这个农产品 民间的茶叶可以走向整个台湾 甚至全世界 TiTOP的传办人杨国珍 在了解到相关国中棒球队 因为经费不足等问题后 立即将意卖结合在这次的接牌仪式当中 也希望借此邀请社会各界 一起投入公益的行列 帮助他人 记者邱平俊 民间箱采访报道